大家好,这里是鬼话连篇 很高兴又和小伙伴们见面了 今天,白嫖子和大家分享一期绘画的小知识 告诉大家如何画出优秀的角色设计 很多同学在画人物的时候 总会觉得设计太过平庸,完全没有辨识度 俗话说就是没有设计感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设计的本质、创意 灵感与众不同且符合现实的小点子 那要怎样才能画出与众不同的设计呢? 在设计之前,我们要了解 大部分设计都是为游戏或者动漫服务的 而设计的内容,要结合当前设定的世界观和角色背景进行考虑 世界观决定了人物的生活环境 角色背景则丰富了人物形象 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内容 提高了人物的辨识度 接下来,我们就用头脑风暴法实际运用一下吧 大家先编想象 哪怕是可笑的,羞耻的想法都可以保留下来 有一天,你正在家里玩游戏 无意间通过手机,穿越到平行时空的魔法世界 这里,还处于欧洲中世纪阶段 空气中弥漫着古朴的魔法气息 一位活泼可爱的魔法少女 和你手牵手,走在洒满夕阳的马路上 她是你在魔法学院的好朋友 与你一般高 飘逸的长发帐,戴着拓尔发式 手里拿着魔法帐 穿着一身性感的小短裙 她身上的香气,你那蝴蝶都要住足 更重要的是,她还穿着让你流口水的黑丝 好了,我们写小作文的阶段就到此为止 小伙伴们不要沉迷在黑丝的世界里哦 经过以上内容,我们能了解到 当前的世界观和简单的背景故事 再由这些内容进行延伸 继续完善设定的人物形象 大家在设计的同时 也要学会善用剪影来突出人物的特点 比如,三角形具有尖锐,攻击性的特点 圆形具有可爱,饱满的特征 方形所代表着厚重,稳固 这些特点都可以用在你的设计中哦 接下来就根据以上内容开始动笔了 首先,我们要明确人物的姿势 然后呢,画出喷喷的小短裙 身为魔法少女 当然要加上魔法杖作为武器了 胸部结构,画大画小都没有关系 可以根据个人喜好来刻画 屏幕前的你究竟喜欢哪一种呢? 再画上飘逸的长发 和平民起舞的蝴蝶 就可以继续塑造人物的五官和其他细节 在进行创作的时候 一定要遵循先整体后局部的刻画手法 不要在一开始就强扣细节哦 最后再填充一下固有色 确定光源,画出光影二分 后期还可以加一些效果 比如蝴蝶是光系魔法宠物 宝石做出外发光的效果 人物四周加上特效 这些都是增加画面细节的好办法 这样我们的原创人物就完成了 总之,绘画是一个漫长且有趣的过程 小伙伴们可以按照白嫖子的头脑风暴法 去设计一个原创作品 文笔优秀的同学 也可以写一篇完整的设定文案 文案的内容越详细 创作效果就越好 好了,本次视频就介绍到这里 小伙伴们别忘记一键三连哦 大家拜拜